108匹以上 你一年就要繳 一切夢想 其實不難 歡迎來到 夢其非國際汽車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阿勳 阿勳我們今天要幹嘛 今天呢 我們就來講一下 關於2026年 正式要對 電車剋稅 以瑪麗計稅 你覺得合理嗎 我個人覺得有點 小不合理 怎麼說 我講一個數據給你們聽好了 看喔 關於2023年今年1到9月啊 總排名的銷量電車喔 我講前五名就好 因為講十名脫胎廠 像第一名啊 就是我們等特斯拉Model Y 第二名也是特斯拉的 是Model X 你看第一名Model Y 它的馬力就有437匹了 所以等於它的稅金一年就要繳 28220塊 再來就是第二名Model X 所以最低版本喔 就有670匹了 來 它的稅金喔 508匹以上 你一年就要繳 11萬 蛤?11萬? 對啊 你看現在電車不是 馬力都要做得越來越大了 對啊 那你這樣子我覺得就 非常的不合理啦 你508匹以上 全部都是11萬 哇 會不會因為電車要開始課稅金 這樣讓油車反彈 個人覺得這件事情是會的 譬如說現在很多人 不是都很喜歡電車嗎 對啊 然後越來越多人湧入電車 這一塊市場 電車 我們講一下今年啊 電車總銷量就 一萬八千台 還沒年底喔 你猜一下上一年 有幾台 三千嗎 你這樣太低了 像上一年同月啊 1到9月它只賣了 9332台 你們猜對了嗎 等於是你今年喔 它直接翻了一倍 這麼多 油車會不會變得比較便宜 油車我覺得 不會變得比較便宜 因為你看喔 越來越少人 因為這個睡筋 然後不想買電車 會不會變成大家 又從電車跑到了油車 所以會這樣一直跳來跳去 跳來跳去 我又跳出來了 我又站回去了 變成可能電車 又抓到商機了 就趁機的 打架 我個人想法是這樣 是油車 不是電車 嗯 是油車 是油車 你剛不是說電車 我剛才講電車嗎 電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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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入口入 剛剛不是有說嗎 稅金兩萬八千多的 那它這樣換成油車啊 可以買到什麼極具的車啊 來喔 這樣你看喔 它稅金兩萬八千二嘛 所以等於它這個 稅金的價錢 對應到我們的 汽油 是三千到四千二CC 比如說你像 打一下廣告 我們公司那一台 我的EQC 現在只賣二三八 天啊 好便宜 快來搶 那我就以那一台來講 EQC 408P 所以它稅金多少 兩萬八千 同機具啦 我這樣說它同機具 等於我可以買到 賓士 GLC43 BMW的X3M40 兩台都是性能車 你看電車開起來 是不是沒有聲音 對啊 那我今天開到這兩台 一台是AMG 一台是MPOWER的車 哇 那個聲音 絕對蹦蹦叫 阿屎 然後它們分別馬力 GLC43 391 X3 387P 其實價錢也沒有差多少 像EQC 新車價啊 350萬 其實你捏一點點上去 你就可以買到這兩台 43啊 373萬 X3的話是 365萬 所以也才差大概 十幾萬而已啊 可是我真的沒錢耶 哈哈哈哈 那好像感覺也差不多啦 你看你稅金的話 你對應到 兩台都是2... 欸3.0 才兩萬兩千多塊 那你是不是比油車還好 油車... 你搞得我好亂 口露口露 比電車還好平 假如有些人不care 他的車價 但我一樣也是 兩萬八 我可以再買到什麼 更狂一點的車 好喔 像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買到 金色的Gio 以450 BMW的X5 跟保時捷的凱燕 那這樣子的話 這三台啦 幾乎都是400T以上 那你是不是又比QC 馬屁還好大 對啊 謝謝喔 那阿勳 假如是你啊 你有這個錢 同樣要繳兩萬多塊的稅計 你會買什麼車 我一定是選 油車 怎麼說為什麼 來喔 這樣講 你看你現在下高速公路 就是隨便 都遇得到加油站 對啊 但是 你下高速公路 你會隨便遇到 產業裝嗎 好像不會欸 想笑 今天你去想笑 你就在找到充電樁 它是快充的嗎 不是啦 等於是你要 耗在那邊半小時以上 我加油 欸 我可能大概五分鐘 我就解決了 對啊 又關於 頂層這個關係 等於是你今天出一趟遊 你要把 充電 這個行程 擺在你遊玩行程裡面 這樣是不是會有點掃興 而且你不是說 五分鐘就解決 這樣好像有點掃興 現在其實 台灣啦 充電樁這個東西 還沒有跟國外這樣做我的普及 那所以之後啊 充電樁很普及 你還是一樣嗎 買電車 還是買油車 還是一樣買油車 因為畢竟 課稅這個東西嘛 2026年 好恐怖喔 可是如果說 因為這個東西啊 這兩年 我可能會去買一台 電車來玩玩看 但是到課稅那時候 我就會把它買掉 可以趁這兩年 體驗看看 我覺得是OK的 OKOK沒問題啊 關於2026年 電車要課稅這件事情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然後觀眾有什麼看法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因為我個人覺得 關於課稅 我覺得油車 高量是會反彈 因為像現在就是 油車轉到電車嘛 對 會不會因為課稅變成 電車轉回到油車 我回來了 那會不會有一個問題 到時候 汽車的燃料稅 也會跟著漲 誒 好問題喔 這個可能就要等 2026年 我們才會知道了 我覺得以台灣的政府啦 可能會 你好壞喔 我好喜歡 可是下一位總統 我不知道是誰啊 這是台灣的政治 我要跟這些魔鬼奮戰到底 關於電車的稅景 或是參考 2021年的那一版 後續會有什麼改變 要持續的關注 因為這價格會浮動 知道了嗎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你有想看我們 拍什麼題材的話 都歡迎下面留言 記得幫我們 按讚 訂閱加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欸等等 現在一千追蹤了 那為了慶祝我們一千追蹤 有什麼想問的問題 都歡迎底下留言 我們會在一千訂閱 那一部影片 回答你們的問題 OK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 訂閱加清斗 訂閱加清斗 weary